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来观修的是第十六个修法 也就是属于寿命无常的这部分的第六个修法 那么整个的这个共同前行的话 通过狭门难得和寿命无常 让我们能够看破放下精神 那么这个知道狭门的难得的话 我们知道难得就这个要实现这个人生的实意 让它运用的最有意义就是文实修行 而知道寿命无常的话就有种紧迫感 变成我们经济 那么观寿命无常的话 前面从七世界 有情世界 还有殊胜正事 世间尊主 死亡不定等等 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来观修无常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光有违法的自信而修无常 首先的话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有违法 那么这个有违法的话 一般来讲轮回所舍的一切万法都是有违法 它是因缘合合的法 那么有违法它就是所作性 因缘合合 就是说必然在因缘俱活的时候 它就形成 然后因缘散的时候它就会消失 例如我们前面在这个讲 一切七世界 那么有情世界它都是有违法 都是差了差了生灭的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七世界 它有成树坏空 有情世界有生老病死 其实这些都是有违法的 原生原灭 那么平时我们看到的柱子 瓶子 家里的周围看到的这些 那么其实它都是有违法 它有它的形成过程 最后又会消失 就像我们数学里面 学过正弦和余弦的规律 首先的话它会上到最顶峰 例如慢慢的形成 例如我们这个七世界 成柱 这个就是可以讲到了最顶峰 然后坏空又成最顶峰 又往下面降 降到最低点 最后变成 这个一片虚空没有了 那么这个 就是说不管是七世界 和有情世界 它就是遵损这个规律 所以的话 一切有违法 它必然是遵损这个圆剧 圆丧 一言和合就形成 慢慢慢慢 这个又会衰减 最后又会毁灭 在米拉日巴尊者 他的道歌集里面 就讲了八种比喻 来形容有违法 都是无常的 那么我们身边所设的一切 可以讲我们的建文角子 这些一切的万法 包括我们的身体 身心 都是有违法 所以观修的时候 只要你细心 例如我们身边的人也好 寺也好 房屋 山和大地 都是无常的 那么米拉日巴尊者 他用的八种比喻 也很形象的 说明这个无常的显现 第一个 绘画的金色的佛像 终会退色 这个我们 平时从佛像 可以推自新的东西 我们买一件新的杯子 新的房屋 新的衣服 最开始非常好 慢慢慢慢 他会退色 会旧 最后会破浪 最后就没有了 那么从佛像的退色 想到其他的 也是一样的 还有成世纪的变化 例如春天 美丽的鲜花 他这个就是说 到了秋天 就会被寒酸冻死 到春天的时候 我们讲花开满树红 到了秋天的时候 花落万之空 唯有鱼蕴在明日定水风 那么这里也体现了这个无常 春天开花的时候 到处都是漫山边沿的鲜花 变满 但是到了秋风 秋天 秋风扫落叶一般 全部都凋谢 这也是非常明显的无常的现象 还有高谷奔腾炮啸的破步 大家可以看 留自平原 它会缓缓无力 最开始的势力那么大 这么急 到最后非常缓慢 这也是一种无常 还有这个夏天绿油油的稻田 那么到了秋天 终会被这个镰刀砍割 春天的时候擦秧 稻田一片绿色 到了秋天果实成熟 就是精环一片 最后都被砍割 这也是一种无常 还有精美的绸缎 也会被历割 这个裁割 一步本来是非常完整的 那么但是最后被裁缝 或者其他人 这个裁割以后 都会变成一节一节的 还有我们平时积累着 珍贵的财宝 人死的时候终会被舍弃 我们一生劳碌奔波 积累的财产 最终到死亡的时候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水生 财产最后也要分散 为五家所有 再看看自然界 粗伤的心业 轻力动人 但不久会变得形态臃肿 例如粗衣像月牙 粗伤轻力动人 到了十五的时候 就变得圆圆的 这都是无常 还有出生的小孩 极其可爱 突然遭受违缘 也会夭折 那么在前习里面也讲过 孩子生下来非常可爱 像天仙 而中间可能会夭折 或者即使没有夭折 那么经历少年 青年 中年 转年 最后到老年 最后死亡 那么这都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一生当中 生老病死 由生到最后死亡 这都说明万法是无常千变 那么由这个有违法 无常的自信 再来力推我们自己的寿命 因为我们这里观无常 特别需要挤活自圣 我们这个身心挤活 它也是有违法 因缘挤活的时候 我们的心识和身体挤活 五云神经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身体 那么慢慢长大 然后再慢慢衰老 最后死亡 身心又非要分离 我们学了十二元起 就会知道 首先以无明的圆 无明圆形 就会造业 造了业 在阴卫时 就会在阿拉业上面 挤下这个种子 然后果报成熟的时候 业就会形成 这个身体 也就是我们的神识 这个时候就会 依靠业圆投胎 此时我们就依靠 腹肌母血 这种圆和我们的 这个业时 因缘俱活的时候 我们投胎 然后经过十个月 这个就是慢慢形成了 明色 六处 处 受 爱 娶 等等 身体形成了 接着生下来 那么成 这个 就是说这个可以讲 数学里面的阵弦 到了最高峰 那么从出生的那天开始 我们的生命就 刹那刹那 走向死亡 就在减少了 可以讲 我们生命的形成的过程 就好像这个 正弦 余弦 达到了顶峰 接着就慢慢慢慢 是毁坏的过程 到了最后死亡的时候 就到了最低谷 所以这个身体 开始聚活 经过这一辈子 经过生老病时 慢慢慢慢 我们的五蕴的身心 迟早就会分开的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就经常观察之上 我们刚生下的时候 特别是少年 青春 觉得非常的美满 大家都很欢喜 但是能不能留住青春的脚步呢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经过美好的青春 接的就是中年 再就是老年 我们身心的聚火 就好像城市里面的人 暂时住在这个城市里面 慢慢慢慢 就会离开 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住的地方 当长大的时候 这个 就是说 读书的地方 或者读中学 大学 然后参加工作 成家立业 搬亲过多少个地方 我们也会离开 原先住的地方 同样的 我们一起生命的结合 也就像这样 以前我们住过的城市 或者寺院 例如古代 印度的腊乐坛 这个腊烂陀寺 占地的第一个寺庙 三叶寺 清朝的圆明园 古代的长安等等 当时是非常的 繁荣畅盛 但是经过历代的变更 妈妈妈妈 有的已经变成了废墟 有的连废墟都不存在了 只留下了名字 所以昔日的这种飞黄 到现在 一点都没有剩下 只成为我们追忆的对境 那么这个比喻也说明 我们身心俱活 形成了这个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 它也是有违法 它慢慢慢慢随着的形成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成长 再这个就会衰老 最后也会死亡 身心最终也会离开 所以的话就说 现在身心俱活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扪心质问 我的身心 什么时候会分开呢 经常这么想 这一点很重要 假如没有观无禅的话 我们在过年 过节 过生日的时候 都觉得很快乐 但是修过无禅以后 那么直到每过一年 我的生命就减少一年 每过一个生日 我的生命就减少一年 其实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一个人的寿命 没有遇到特殊的因缘 一般的复习多少次 都是一个定寿 那么最后就到寿命终结 随着我们生命的生长 慢慢慢慢的 复习的次数就越来越少 到最后 到了中年老年 其实这个寿命就很短钻了 假如中间没有出现便意 寿终正寝的话 也好像陆地的水池 越来越少 那么中间出现违缘的话 更是不定 所以的话 我们敢在身心激活的时候 就一定要想到 我们这个身心 什么时候离开 一旦这个心石离开了身体的话 就会随着夜风 又去找另外一个身体 我们现在批的是人皮 也就是说人的身体 那么没有好好修行的话 可能下辈子 批上了恶鬼的身体 批上了盘身的皮 狗啊猫等等 或者批上了第一重层的皮 所以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到来 很难说 我们身边有很多道友 大家也可以看到 自己的亲人 同学 同事 这个邻居等等 都有这种现象 例如我隔壁 有一个道友 他一直闭关修行 八九年了 那么经常是两三天 入定的时候不吃饭 就说前几年嘛 有天开极乐法会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那么什么时候离开 他的心思 什么时候离开这个身体 都不知道 但是摸他的身体 已经是冰冷的了 所以的话就说 我们很可能在 晚上睡觉的时候 身心就会分离 或者是白天 遇到一点什么因缘 或者突然疾病发作 或者出门遇到车祸 都可能身心分开 所以我们经常想到 身心什么时候会分开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抓紧时间 赶到现在 霞门的人生 就是说是最殊胜的 所欲生 这个我们在讲 霞门难得的时候 六道最殊胜的 所欲生就是霞门人生 那么身心还没有分开的时候 就要抓紧时间 利用这个霞门人生 来为死亡 为来世 做准备 精进的修持佛法 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的话 经常观 我的身心 什么时候会分开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有这种无常感 就好像硬观大使 把一个死字 贴在自己的残房上面 残房里面 实时观死亡 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紧迫感 因为死亡到来的时候 唯有正法 对我们的死亡有利益 所以的话就是说 随时想到身心都要分开的话 就要抓紧时间 修持正法 看破犯下 世间的琐事 为死亡做准备 前面我们一而再 在上讲过 这一位看破 讲我们每天都要观六次 自己死亡的情景 这个前面我也讲过了 其实每天都观六次 我这也讲的不算多 例如观想自己 慢慢慢慢生病 住进了医院 然后越来越销售 再打掉瓶 最后竭尽死亡 实在没办法治了 那么最后就死亡了 死亡的情景 周围有一些人围着 然后慢慢慢慢 自己的绳势 离开了身体 接着自己的尸体 就放进太平间 冰冻 硬生生的太平间 是什么样子 接着过几天 自己的身体 就会被火化 或者是被土葬 或者是送到斯托林 被天葬 接着是自己的坟墨 在那里孤坟一座 生前的一切的景象 都消失了 如此想 自己死亡的情景 确确实实 今生追求的财产 民生 地位 没有任何的实意 想到死亡 很快就会到来 唯一的 我们就要为死亡 而做准备 精进地抓紧 身心结果的 分分秒秒 为死亡做准备 我们在生前的时候 自己操作自己 百分之百的功德 都是自己得 那么到死了以后 七分功德 完人只能得一分 水再生的时候 哪怕我们多念一句 关于心中 多转几川 转经轮 转经轮 所心的善法 每一分 分分自得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心如 城市里面的这个人 什么时候会分离呢 感到没有分离的时候 一定要以无常 鞭策自己 成内心深处 深刻的思维 而精进地修持佛法 为死亡做准备 为来世 为解脱 做准备 后行 回向上个 那么这个修法 主要就是说 成一切有为法 都是无常的 同样 我们身心结果的 这个无云身心的话 它也是无常 它也是有为法 前面因缘 合合的时候 身心结合 然后过一段时间 这一生 一辈子 在 因缘境的时候 身心就会分开 所以的话 就是说 感到身心 这个自在 在结合的时候 就要 就像前面 前面讲的 把这个身体 当做修行的工具 来修持正法 苏人的一太 家子 把你 脱了 你被 走了 很本事 就 解开了 解 我 冷 这 把 一 这 被 做了 做 我 做 我 修 我